我是个真正意义上的假千金 与一般的假千金不同 我不会有被拆穿的危险 因为养父母真正的女儿已经死了 是她亲手把我送进了这个家 宝子们好啊 祝大家顺水顺风顺财神 关注喵喵不迷路 评论区发送谢谢财神 她就会感受到你的诚意 并多送你两个月好运 同志在河里把我捞起来的时候 自己也进了医院 我一开始不明白十岁的她 为什么会在清晨无人的河边闲逛 甚至还勇敢就起了一个 比自己小不了几岁的女孩 何时我身份的警察来好了几波 她才吸着痒醒来 我在河里飘了很久 医院诊断最严重的是 长期营养不良 由于我没名没姓 无法提供自己父母的信息和地址 进了力的民警们 决定把我送进当地的福利院 同志拦住了他们 主动提出把我带到他们家照顾 理由是她很喜欢我 觉得跟我有缘分 一般的家庭 不会任由一个孩子牵着鼻子走 但同家不一样 同母是限制夜场的技术骨干 同父开着生意红火的饭店 对面就是县城小学 他们也是一时无忧的一家 在同家的时间 同志带着我看书 做点心 教我拉小提琴 还用她的零花钱给我买衣服 兴致上来 一天给我梳八百遍头发 同母有一次在饭桌上 调侃同志 把我当成了洋娃娃在打扮 我埋头吃饭 没注意听 同志放下筷子认真道 妈妈 她不是洋娃娃 她是芝芝的妹妹 可我从没喊过她姐姐 如果非要称呼 我会叫她芝芝 因为我的姐姐 另有其人 部分农村地区 盛行计划生育的 其实是另一种规则 如果第一胎生的是个女儿 政策允许再怀一个 当时已是高龄产妇的生母 带着满腔自己 一定会生个儿子 给老宋家传宗接代的心情 怀上的我 一向重视男丁的奶奶 为了还未出世的孙子 忙前忙后 感动的生母挺得肚子下跪 感恩老宋家的优待 可十个月后 生下来的这坨肉 是我 后来我长大了 现在地里干活的时候 姐姐告诉我 与我有续缘关系的那群人 发现我是个女孩后 在医院大吵大闹 生父和他母亲 把昏迷中的生母 活活打醒又踹晕 让他彻底没了生育能力 我差点被当场摔死 一个医生 帮着拼命反抗的姐姐护住了我 他们没了发泄的对象 把姐姐拉过来 当众脱了裤子狠揍 认为是他没守祖宗的规矩 跑到医院来 吓走了原本投生 到生母肚子里的男胎 自我有意识以来 干活就是我的人生 凌晨起床 烧水伺候大伯家的两个堂哥 洗漱早餐 上午割草料喂猪 下午在地里浇水施肥 挖菜宅菜 晚上烧火洗碗 三岁到六岁的我 深知自己吃的每一粒米 喝的每一口水 都是靠着这些活计换来的 连着生了两个女儿 再也生不了孩子 生母在宋家更是做小福地 可她也没有 妄自菲薄 但凡奶奶和大伯娘给了她气瘦 夜里关起门来 她就会用藤条抽我 用湿漉漉的布条 捆住手脚 再蒙住嘴 打起人来很是安静 藤条破风的声响 似乎只有我能听见 而被抽的人 也好像只有灵魂在尖叫 姐姐为了照顾我 硬生生拖了两三年 才在村长又一次上门 念到宋家村 义务教育指标不合格时 上了不要钱的村小 农闲时 姐姐认识了一个 嫁到村里的陈姐 她偶尔会给我们 开开学习小灶 我们以一些布条和柴棍 作为交换 陈姐是大学生 我七岁生日的第二天 姐姐帮着怀孕的陈姐 逃离宋家村 被全村的人围堵 陈姐成功逃走了 姐姐在拦着陈姐丈夫的时候 不慎从山头跌落 当场没了性命 老宋家额倒了一笔不少的费用后 主动满村宣传姐姐 是自己帮着外乡人 所以才遭了老祖宗的报应 过了几天 我跪在姐姐简易的棺木前 精神恍惚的烧着黄纸 二堂哥宋龙叼着一根狗尾巴草 大喇喇的抬了个板凳 在我旁边坐下 眼神放肆的打亮着什么 见我不像从前那样 乖顺的搭理他 宋龙站起身 就往姐姐的棺木上踹 嘴里各种词汇污秽不堪 我扑过去跟他扭打在一起 不管他往我脸上扇过来的力气有多大 宁 踹 抓 咬住他的胳膊 恶狠狠的撕扯 这一刻 我是一头野兽 两眼昏花也不肯松口 必要见血才能让这个诡异的世界安静 没一会儿 宋龙哭着求饶 他的哭喊声 也惊动了 本就带着一帮陌生人 急步奔来灵堂的生父生母 孙开 孙开你个赔钱货 竟然欺负到你哥哥头上 不知道忌惮着什么 冲过来打我的是生母 而不是怒吼着的生父 成年庄家人的力度 不是什么小打小闹 我很快被打得头晕眼花 救下宋龙后 他心疼的将伤口堂血的他 搂在怀里 与生父一起 恶狠狠的瞪着我 跟来的那群人 抬着棺木就要走 我挣扎着想站起来拦下他们 生母反手又是几巴掌 耳鸣 头晕 鼻腔里的腥味 无疑不再阻拦我 发了狂事的嘶吼 并没有给我增加多少 撑起身体的力气 我只能眼睁睁看着那台棺木 消失在视线最远处 再醒来是傍晚 被生母小心翼翼 包扎好手臂的宋龙 踩上我的脸 发了狠的撵了撵 你和宋大鸭一样 是个赔钱货 赔钱货换了钱 在谈论这场 结亲正下的钱数 以及在赶多少钱 能从大伯手里 过及一个儿子 他们提到 还有一户人家 让他们再给整一名 净土的新娘 并许诺了更为丰厚的金额 登紧的那条线 断掉了 又苦苦挣扎了大半年后 同志的生命来到了尽头 他要求父母收养我 往日睡前夜话 同志告诉我 当年他的出生 让同母伤了身子 无法再有孩子 所以父母对他这个妖女 也更为疼爱 省城 首都 各大医院的专家都诊治过 所以同志心里明白 自己的生命截止在十岁 已经相当幸运 他希望我的存在 能支撑家人们 好好生活下去 趁着其他人出了病房 安慰痛哭的同母 我问同志为什么选中我 他苍白的脸 看上去娇弱无比 良久 他笑着轻轻扶 弄我额角的碎发 起唇说了一句话 同志葬礼一个月后 我登上了同家的户口 正式成为了同念之 养父和同理对我的态度 在这前后没有什么区别 他们都认为 我只是一个生活在同家 被资助生活和学习的陌生人 养母深爱同志 所以对我很好 她的态度 也是我能在这个家 被接受的唯一原因 我清楚自己在这个家的定位 是一个完全意义上 宽慰养母的替代品 在学校 我与同理都是相互无视 但她因为养母 为我开家长会这件事 数次在饭桌上闹脾气 最严重的一次 她口不择言 摔完指着我怒吼 往常吱吱生病 你们一心扑在她身上 我不管 这个纠战雀巢的 家伙妈妈 你也要把她当个宝吗 养母流着泪 沉默不语 之后的家长会 就都是我自己 坐在座位上听了 同志在病情加重 不得不休学前 一直占据着 年纪第一的宝座 她一向是个 很让人省心的孩子 但我的学习很吃力 不仅对拼音认识的很少 在课堂上回答问题时 不分凭撬舌的口音 更是遭到一致的嘲笑 这种来自同龄人的嘲讽 对我根本没有作用 抓紧一切资源和时间 拼命汲取知识 才是我的动力 同家不会照顾我一辈子 但我需要给自己 正一个未来 与之前的干活机器不同 我作为童年制的 晚睡早起 是为了学习 我会认真完成 老师在课堂上 留下的预习作业 把要求背诵的内容 翻来覆去的记忆 普通话和英语说不好 那就天天琢磨 怎么把舌头捋直 如何让发音正确 连高几个年纪 才学习的英文单词 我也开始在下课后 悄悄跑去他们教室 旁听偷学 课堂上不清楚的考点 我也会想办法 找到老师问个明白 学得疲倦了 我也会拉拉小提琴 基础执法同志 在之前已经一点一点的 交给了我 对着房间里的全身静 回想同志拿着琴 挺拔骄傲的身姿 我艰难的认着 琴谱上的各个音符 再转换成琴弓 和手指的配合 养母很喜欢我拉琴 她常常会给我拍摄视频 或者照片记录下来 我练习过程中的进步 并不连贯的琴声 经常会招来同力的嘲笑 养母高兴地奖励了我十元 这是我第一次拿到零花钱 我很开心 拿着钱想去书店 买下老师推荐的辅导资料 结果一看书背面的标签 指导价格15元一本 无奈放下资料 我拖着步子慢慢走回家 路过学校门口时 我下意识望了望 马路对面同家的饭店 假期的周末 餐馆正是生意最红火的时候 但很奇怪 饭店里忙碌着的人里 并没有养父的身影 暑假过去 我升入五年级 以往对我算得上 无事的班主任满面春风的 让我到讲台上交流学习经验 我之前毫无准备 只能揪着衣角想了想 告诉同学们 笨鸟先飞的确有用 没了下文 课了下 部分班里的孩子 自以为小声地吐槽我偷偷努力 完了还藏私 不肯透露学习方法 课桌上开始出现一些诡异的划痕 我的作业本会莫名地消失 然后破破烂烂地出现在厕所附近的角落里 课间其他学生玩闹时 也会有不同方向投过来的粉笔头 精准定位在我的胳膊或者额头上 我衣服的背后 会有各种奇怪的墨水蹭上 孤立我 变成了班里约定俗成的团结 又一次拿了高分后 我在放学路上 被几个班里的孩子拦下了 他们一定要我对自己的成绩提升 说出个词丑银帽来 非逼着我承认 私藏了什么高校的辅导资料 上一样的课 凭什么你一个向来垫底的插班生 能有这么大的提高 同样的一套题 他们写一遍 老师讲一遍 就这样放下了 我恨不得把每一张试卷 和每一本习题利用到极致 他们并不相信我的解释 愤怒得很突然 个高的一个男孩捏着拳头 就要给我点颜色瞧瞧 哼的一声 他被打倒在地 几个小孩色缩在一起 面上满是恐惧 身高猛穿了许多的童笔 拽里拽气地站在我身旁 语气不善地警告 那些孩子不准再找我麻烦 他是被养母派来接我的 低声骂了一句耸祸 他转身就走 靠着每一张被写咒了 都不舍得扔掉的草稿纸 和摸出毛边的试卷 我在小生初时 拿到了全县第三名的成绩 县里的中学和试义中 向我伸出了橄榄枝 养母支持我 直接进试义中 她觉得同利正好也在内读高中 方便兄妹互相照顾 虽然她再三提出 我的学费由她自己负责 但因为花费上了一个台阶 养父原本是持反对意见的 养父在我升入六年级时 又开了一家饭店 越来越忙得她 每个月回家的次数 去之可数 后来冲着我来这里 半生学院的校友家长 越来越多 她才顺理成章松了口 有一天 合作的供应商 不知为何 把更新盖章后的纸质合同 邮寄到了家里 养母着急上班 同利更是吃了早饭 就不知所踪 只能派我把东西给养父送过去 新的饭店开在河边 我转了几趟公交车 才顺利抵达 县城的河岸 早几年政府就花了重金 进行了整改 如今已然是个 傍水林小道的模样 灼热的阳光笼罩着我 但并不影响我的目光 在触及岸边交警相拥的两人时 感受到的寒意 养父抱着一个陌生女人 稳得很投入 我看了看潺潺的河流 想到了多年前冰死的凌晨 那双痴嫩但坚定伸向我的手 镇定地走到一暗处蹲了很久 我装作一无所绝的样子 走进饭店 把合同交给了回归岗位的养父 然后若无其事地回了家 对这个家里的任何人 我都没有指手画脚的资格 入学报道那天 我一个人托了住校需要的东西 在一众父母帮衬着父学的同龄人中 显得有些突兀 事宜中师资力量强大 但优质的声援 也是高升学率的重要因素 我趁着同学们还在观望时 抢先一步站出来 自建担任班级的学习委员 在学校的艺术节上 还主动拿出了小提琴 提出自己可以给班级合唱节目伴奏 融入集体 成为老师的助手 按部就班的成为排名前列的学生 但我仍觉得迷茫 初二的下学期 派几名学生代表上门探望 英语老师是个很幽默开朗的人 一见到我们就笑迷你 聊了会闲天 他双手交叉抱在胸前 扬起一抹邪笑 你们几个背下暑假要求预袭的课文来听听 趁着英文课代表上前一步开始表现 班长拉着我借口上厕所远离战场 等在厕所门口时 我听见远处传来争吵声 是一对夫妻正在揪着医生的领口 不依不饶 熟悉而尖利的嗓音吸引了我 在你们这花了这么多钱 怎么这病就是不见好呢 你们就是欺负我们乡下人 什么都不懂 还大夫呢 分明就是一群土匪 在男人继续骂骂咧咧时 女人一边哭喊 一边拽着医生的裤腿 坐在地上闹腾 根据辩解的护士 和周围知情为观者的讲述 我知道了生父生母 是在为郭继来 却重病不治的儿子教区 他们一次次拒绝医生调整用药 或手术方案的治疗选择 现在却因为儿子病情恶化 来找医护人员麻烦 以腺癌本就凶险 导手治疗显然只是 拖着一家人不断沉沦 我躲在人群后面 冷眼看着楼下赶来的保安 救下被劫持的医生 将他们拖拽着 赶出诊疗大厅 多可笑 在有些人眼里 拥有歪染色体的孩子 才是血脉的延续 甚至面对不治之症 举全家财力都要搏上一搏 而真正的孩子 却是连留下的躯体 都能利用来赚钱的工具 过了一周 班主任拿着最新的 青年文稿杂志找到我 他指导我 写作并投递的文章 成功发表了 拿着税后800的稿费 我意识到 当年陈姐说的 并不是空话 知识的支撑 是我突破环境局限 和自我局限唯一的路 留下一百作为备用金 我拜托每周回家的同理 把钱烧回给了养母 这是第一次 我通过自己的努力 能够给同家的回馈 翻过十月 温度骤降 我裹着养母亲手制的毛衣外套 参加阅读考试 神经高度紧张了一天 走出教室 发现天空仍然站了那一刻 感觉自己的呼吸 都顺畅不少 门卫室里的两道身影 直直地向我逼近 送二鸭 果然是你 一双手钳制住我的双臂 之前在医院看着就像 竟然上得起这么好的学校了啊 生母满是岁月痕迹的面上 洋溢着激动 几乎有些癫狂 我拼了命地正开她 并不接话 见周遭围过来的学生越来越多 她眼珠子一转 拍着大腿开始大声嚷嚷 哎呦 都说狗不嫌家贫 而不嫌母丑 你如今拍上高枝 过上好日子了 就不认爹妈了呀你这是 大妈 你认错人了吧 她叫童念枝 不是你说的什么宋二呀 班长和几个同学过来隔开他们两人 把我护在身后 Section section 生母叫喊着 乖女儿的声音更大了 发现自己被挡着 抓不到我 招呼了生父帮忙 中年男人的体格 是显然超过初中生的 生父浑浊的眼睛 发紧 但她扬在我身前的手臂 并未再受到威胁时放下 恍惚间 我好像看见身前的人是姐姐 又好像是同志 围观群众越来越多 门卫拿着防暴工具过来 要把闹事者赶开 生母见形势不对 被反抗的班长推了一下之后 届时躺倒在地上 不住哀嚎着痛死了 忍受着饥饿 挨过长夜时的寒冷 河走投无路 投河漂流的刺骨 在这一刻铺天盖地般席卷而来 几乎让我窒息 念知 立刻跳起来跟养母对骂 看着养母为我冲锋陷阵的骄傲模样 我很感动 我悄悄拍了拍班长 让她带着几个同学先走 生母一看 我有长辈护着 想碰瓷讹诈的学生又跑了个干净 更是步依不饶起来 眼见中年男人要动手 我暗地里掐了一把自己的大腿 用尽毕生演技 哭着扑向养母挡在她前方 妈妈 我好害怕 这些坏人在学校门口都要绑架我呀 我是第一次在她面前 展现出如此脆弱的一面 养母心疼坏了 不想再废口舌 直接打了110 把这两人打包送进了派出所 到了警察面前 生父和生母掩齐息鼓 但仍然主张我是他们多年前丢失的女儿 并指责养母才是人贩子 拐走了我 养母显然觉得 在跟这两夫妻对话是在对牛弹琴 她直接爆出了 当年办理我这个案件的警察的联系方式 让派出所进行核对 警察确认当地这么多年以来 并为由我这个年纪的女孩申报失踪 并与县里的警察 核对了我收养程序的合法性 问到生父生母这么多年 为什么没有报过案 且他们两个女儿的户口多年前 在同一天办理了死亡注销 他们吞吞吐吐扮上 没憋出一句话 看着他们这副心虚模样 养母更是怒不可遏 拍案而起 我念知当年可是在河里被救起来的 你们口口声声是她的父母 那就请当着警察的面 把这一点解释清楚 我缩在派出所女警的怀里 继续阴阴锤泪 模糊的余光 冷冷贴着更加说不出话的两人 没有证据 也没能给出合理的说法 光是知道叫嚣要认女儿的生母 把民警的耐心磨了个干净 眼见我和养母 经民警确认后 携手准备离去 生母又窜出来拽着我 宋鸭你可不能没良心 你身上流着老宋家的血 你哥哥病了 需要钱呢 你好歹给一点 假模假样的抹了抹眼角 你当年跑了 倒是方便自个 你定亲的人家 可没少找我们晦气 这么多年 你可不知道 我们过着什么样的苦日子 现金还给我们就成 也算全了 我们含心如苦生羊 你一场不是 养母还没发飙 民警们不乐意了 这完全是当着他们的面 进行人口买卖 公然挑衅法律权威呀 警察们立刻上前控制住两人 生母紧张之余 嘴巴开始不干净 冲着我和养母的方向 不断骂脏 过滤掉各种骂娘的词汇 一句赔钱货钻进我的耳朵 一股难以言喻的恶心涌上心头 我松开拽紧养母的手 转身直面他们 扬起一抹冷笑 这位大妈 如果我真是你们的女儿 那才是悲哀 我饿着肚子 在河里至少飘了两天 这么长的时间 河里的鱼没有咬过我一口 然而多年以后的今天 自称是我生生父母的两个人 却要从我身上啃下几块肉 何其荒谬 生父怒吼 你个小憋崽子 后面的声音都被堵了回去 因为他突然的爆起 被迅速反应的警察们 立刻压制在地 送我们出警局的女警告诉我们 那两个人因为寻衅滋事 被处以行政拘留了 折腾了一通 我们俩都很疲惫 杨母有意安慰我 带我去了一家火锅店 点了满满一桌的菜 看着我大块朵仪 她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岁月是很残忍的 她对所有人一视同仁 不打一声招呼 就能改变很多东西 饶恕杨母多年来重视保养 她鹅脚和眼尾的皱纹 也渐渐攀了上来 我动了动嘴 想真诚地喊她一声妈妈 突然桌上的水杯突然颤抖起来 窗户似乎轰隆地动了动 杨母猛然变了脸色 扑过来将我压在身下 掠过她仓皇的面孔 我看到刚才还散发着 柔美光彩的吊灯 闪闪面面不住地晃动着 街道上的嘈杂声 和餐厅里坠着不安的惊呼声 交织在一起 仿佛整个世界在摇摇欲坠 两久地动停止 杨母把我拉起来 查看是否哪里有伤到 在她身后 没站稳的服务员跌了下去 瓷盘碎了一地 另一名服务员小心翼翼地 把她从尖锐的瓷扎中浮起 我闭了闭眼 压下了涌动的情绪 幸好我们这里只是正感强烈 所以杨母在三思索后 还是把我送进了学校 毕竟校园操场 才是地震的最佳避难场所 告别前 杨母塞给了我几百块现金 让我后面抽时间 请今天帮助过我的同学们吃饭 芝芝长大了 人情世故还是要小得一点的 她轻柔地将我额尖没扎稳的碎发 不倒而后 拍了拍我的肩 把我从阴郁小可怜改造成阳光大女主 我觉得她在夸张 班长立刻化身拨浪鼓 念知 你没发现这么久以来 自己只是班里唯一的独行侠吗 出了教室 你就拒人于千里之外 谁敢过来贴你的冷脸 我愣住了 朋友 我好像只有同志一个朋友 寒假的饭桌上 杨母宣布自己下岗了 话题其实有点沉重 但是养父打着哈哈 让两个孩子不用担心 她笑称杨母早已做好了 被自己养一辈子的准备 现在不过是提前退休享清福罢了 同理一如既往的没什么表情 她似乎比我更像游离于这个家庭之外的个体 我关注着杨母的神色 她笑得很真诚 但眉梢间的落寞也很明显 出三 班主任推荐我参加了审会期中 念向外事的招生考试 因为自主招生的考试内容 明显比中考的学习范围多出许多 在三思考后 我被班主任特许可以在家冲刺学习 时间有限 我拿着班主任问前几届 推荐学生找来的资料学得昏天黑地 又一次因为集中性强度过大地学习 而流鼻血后 我往鼻子里胡乱塞了纸巾团 步履排山的准备下楼接水 卧室的门被敲响了 养父高大的身躯出现在门后 一杯温热的牛奶被塞进我手里 身上并不淡的酒气 和有些冲血的眼球 说明她刚刚结束一个深夜酒局 她看了看我书桌上摊得满满的试卷和资料 缓缓地点了点头 努力是好事 你和芝芝一样懂事 不知想到了什么 她神色落寞下来 让我差不多就早点休息 转身回了房间 我成功拿到了提前结束初中生活的其中入场券 申请Y国大学的同理 也拿到了offer 甚至获得了不菲的奖学金 为了回报班主任和交好的同学 我继续在学校里和他们一起上课 遇到难题也会及时跟大家一起讨论 帮助他们调整最后的冲刺节奏 三月的一个周末 养母一通电话把我叫回了家 妈妈和爸爸感情拓裂 需要结束婚姻关系 养父看我一眼 初步的决定是念之跟着妈妈 小离跟着爸爸 有问题吗 养母表情严肃 桌下探过来的手紧紧地握住我 诡异的沉默反而给了这顿散伙饭减轻了负担 出乎意料的是 同理没有任何反对意见 更没有表达什么不满 她欣然接受了这家分崩离析的结局 晚饭后 养母进了我的房间 她终于是支撑不住 捂着脸痛哭起来 养母说 其实在同志离世前的一年 就有一个小三找来过 假装断情后 她把那个女人直接养在了外面 在新的饭店开业过程中 屡次借口事业忙碌和男人私混 前段时间竟然趁着养母出门 把人带到了家里 我说不出什么安慰的措辞 只能走上前抱住她 轻轻顺着她的背 就像多年前我每每尖叫着 从噩梦中醒来 同志对我一样 养母到底是当了几十年的技术部门领头人 痛苦过后积极应对 她果断驳回了养父赠送房产的协议内容 找了律师 硬生生挖掉出轨男一大块肉 然后在省会期中附近 全款入手了一套房产 过了几个月 我顺利拿到毕业证 同理需要提早出国 适应环境 临走前过来住几天 与养母告别 那几天我们逛遍了周遭的公园和商场 看了很多场电影 紧锣密鼓的行程 竟没有招来同理的大发雷霆 我和养母都知道 同理的配合 是在无声地告诉我们 她不再需要母亲 半夜 同理敲响了我的房门 她不让我开灯 说看着我的死于脸会忍不住骂人 窗户透过昏暗的月光 同理的面上看不清神色 半晌 她开口 这几天观察下来 你的确有在做好她的女儿 我心口一跳 这是在夸我 芝芝刚出生的时候 我是很愤怒的 因为父母没有跟我打过招呼 就让我拥有的爱 被一个婴儿分走了大半 后来查出她生病 家里的所有人 更是被一把无形的刀剑逼着 时时刻刻围着她转 她倚着墙 缓缓坐在了地上 咳了两声继续讲 但她是我妹妹 我见过她笨拙地端着包好的橘子 小心翼翼地等在我房门前的样子 我记得她怕我饿肚子 半夜翻腾冰箱的样子 她嗓子逐渐发紧 扔不住地给我描述记忆里的同志 说话声停了下来 沉默让深夜更显寂静 同理话锋一转 恶狠狠的态度 我不为曾经诋毁你而感到抱歉 她吃笑一声站起来 听起来又有了些她往日的脾气 同志选你 是为了利用你宽慰家人 妈妈对你好 是在你身上寄托对同志的想念 所以不要妄想对等的情感交换 你余生就做好那只小偷就好 你再怎么模仿 也永远不是我的妹妹 我点点头 表示明白 后知后觉她似乎并看不见 才滴滴补上一句 我知道 淡淡月色透过窗户 撒在卧室角落的小提琴箱上 几乎无声 像是在提醒我自己 养母因为年龄问题 在求职市场被多次拒绝后 用存款开了一家自己的猫咖 赛道的选择是因为 养母原本就很喜欢小动物和喝咖啡 同志也喜欢小猫咪 她的书包和笔记本上都是猫咪的图案 但是以前养母前夫不允许在家里养宠物 他们俩都没能得逞 高中生活节奏非常紧凑 每周六天的课程结束后 我就会奔到养母店里帮忙 喂猫 书毛 还要盘点和补充各类库存 三年的提海畅游后 我考入首都最大 得到了学校和政府的双重奖励 养母高兴得合不拢嘴 免单营业三天不说 连店里的猫咪 都在原来的餐饰基础上 加餐三天的肉罐头 录取通知书上 同念之三个字是大写加粗了的 我摸着拱起的字形 陡然觉得有些发烫 如果是同志 她考上大学 会是什么样的场景呢 暑假时我继续充当猫咖志愿者 这天养母店里的一只矮角乳白 需要去医院药语并了结诞生 我把它交给熟识的护士小姐姐 就出来到外面溜达 宠物医院心指门口 是一条有很多白话术的长道 路过的车辆很少 也很安静 在公路两旁的人行道上漫步 我伸出手幼稚的试图接住 从树叶间隙间跃下的光束 老宋 你动作轻点 哎呀 今天这娃杂志娇气 塞个药下巴都能捏肿 我认出了这不算陌生的声音 是生父和一个陌生人 他们拐进了一条窄路 我一边掏出手机 打开摄像头 一边放轻脚步跟了过去 小心蹲在墙角 我把手机贴在地上一处墙 借着手机屏幕确认情况 他们正骂骂咧咧的 把一个衣着精致的女孩 从铁皮三轮货车里 转移到路边的一辆面包车里 拐卖两个字 一跃进脑海 我几乎是条件反射的收回手机 保存好视频后 拨打了110 他们关上了车门 面包车发动机启动 不愿像多年前那口棺材 在视线里消失一样 我拼了命的奔跑起来 快一点 再快一点 你能站起来了 同念之 追的是什么呢 姐姐 同志 小女孩 还有我自己 轰鸣的警笛声 从前后夹击 把面包车堵了个严严实实 把手机交给警察 拷贝我录下的视频时 审讯室的门没有关紧 面对警官问讯 畏畏缩缩的生父发现了我 他暴怒着 越过一名没反应过来的民警 用脚踢开门 想要冲过来对我施暴 是你 是你报的警 你这个杀千刀的灾心 烂货 四五年时间 这个男人已经可以撑得上老年 他拼命地挣扎着 看我的眼神 像是我上辈子 刮了他三千刀 我一直很疑惑 对我们这些承载了他的基因 但生却因为不是儿子 就被放弃的人 他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恨意 想不透彻 但我对这个阶下球状态的他 很满意 平静的嘴角有了些微的弧度 被民警从地上动作 不算轻柔地拽起 瞧见我的笑意 生父又是一番圣目反抗 笑你娘的屁 你就是要报复我们老宋家是不是 哪家的女儿像你这么恶毒 送亲老子进监狱 啪 全场安静了 啪 啪 趁着众人仍处于猛逼状态 我用了点力气 又补了两巴掌 我不再压抑 笑出了声 那现在我是你爹 犯罪嫌疑人恼羞成怒的前言不搭后语 并没有引起民警们的注意 夸奖了我健义勇为 就下很多孩子后就把我送出了警局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众大跨省拐卖团伙 被一网打尽的新闻 登上了多家媒体的头条 电视台上也不断滚动播放 警方破获整个犯罪链条的艰难过程 眼部被打了马的一张张犯罪者照片 被放出来时 我正在清点 今年需要带到墓园的东西 生父和生母赫然在列 在案件描述中 他们原本是拐卖案件的买家 再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从初始的主犯手中买到一名男童后 惊觉此乃一条可行的商机 于是夫妻二人果断入伙 竟从买家一路混成了犯罪组织中的灵魂人物 具体刑罚还未宣判 但赶上了国家严打之风的他们 想必在监狱里不会有太短的旅途 前几年 因为高中的学业繁忙 再给童子扫墓其实已经是我初中时的事情 养母离婚后 请大师算好了良辰及时 把童子的墓迁到了省会郊区一所环境清幽的公墓 时隔数年 再次站在她的墓前 我依旧不能平静 这个带给我新生的女孩 在墓碑上的照片 选用的是九岁的她 笑意赢的小脸 掩着躯体下的病痛 面对拍摄一项的摄影师淡定而从容 养母一如往年 跟童子叙叙叨叨了一会儿 便借口店里有紧急事件 需要她电话协助处理 将我一个人留在墓前 目送演技不佳的她 脚步慌乱地离开 我从背包里掏出两厅 倾倒唇声打开 将其中一厅放置在墓碑底部 为什么选我呢 知知 记忆里那个女孩开口柔声道 因为你拽住了我的手 叫我姐姐 你也救了我 一个破碎的灵魂 死里逃生飘荡而来 一个病弱的躯体 亮相来到河畔 预备结束此生 多年前清晨的河边 其实是有两个少女被拯救了 但只有一个人得到了心灵的救赎 我很清楚 那不是我 喝着啤酒 我开始给童子讲自己从小的经历 当年她虽然好奇 但从来没有不依不饶地问过我 说到死了 也没得到安宁的亲姐姐 我伸手揪了一把童子墓碑前的石缝里 昂扬钻出的杂草 忽略钻心的疼痛 我说到了那个剩下的凌晨 知道吗 知知 看着手心与掌纹交错的伤痕 我耿住了喉 从你在水里拉我那一刻起 我得以延续的生命 就是在为你而活下去 我努力学习 哪怕刷题刷到流鼻血 也从不喊泪 我背负的是两个人的未来 被来自所谓亲人的恶意 尖锐地伤害过 我更能从同家人对待我的方式中发现善意 泪水逐渐溢出眼眶 我随意抹了抹 接着叙述 每一次称呼杨母为妈妈时 我都会在心底跟同志悄悄道歉 我担心自己对温暖的眷恋 会让我生出妄念 念知 柔软的丝绸布料将我裹住 不知听了多久的养母哭成了泪人 她哀嚎一声把我搂进怀里 不住地喊着我苦命的闺女 一股凸起的旋风诡异地吹倒了 我放置在墓碑前的一拉罐 鼓鼓流出的啤酒渗透进了深褐色的泥土里 仿佛跟我碰了杯的同志 正在开怀畅饮 我闭了闭眼 第一次以女儿的身份回应了养母的拥抱 妈妈 出了墓园 妈妈坚定地带我去了心理诊疗室 她觉得我们俩多年来沉重的心理负担 需要一些专业的外力帮助疏解 跟面色柔和的心理医生大眼瞪小眼了好一会儿 我怀揣着对母亲的信任再次偷袭了自己 医生调案了咨询室的灯光 鼓励我放松心情 倦意绵绵中 我脆弱的泪线又一次濒临崩溃 我真的非常害怕 害怕什么 我怕自己会忘了同志 记忆里只有同志十岁的容貌 我经常会尝试幻想 跟我同不成长的 她会出落的怎样亭亭玉力 但无论怎么想象都不是她 医生放下了刷刷记录的笔 轻声道 你不会忘记她的 现在的你就是同志造就的 哪怕记忆模糊 你的一批一笑 一举一动 不用刻意强调回忆的留存 童小姐 做你自己 就是在记住她 一语惊醒梦中人 云雾剥开 原来身在此山中 宝子们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好看 可以给亲亲一个小小的赞吗 求求了 下面证文继续 大学生活很丰富 我拼尽全力更换专业后 加入学院辩论队 有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其中还有一个逻辑超强的队友 业余时间喜欢说相声 堪称经济学院嘴强王者 我一如既往的努力学习 被室友们戏称大大卷卷心 巧了 这也是其他同学 称呼我们全寝室的外号 大肆顺利保研后 我回归队伍 征战一年一度的校园辩论赛 便提示缅怀过去 究竟是否有价值 或许是放平心态的buff加持 这一届 我们竟然罕见的击败法学院 拿下了冠军 发表获奖感言时 我引用了于华老师 在书里写下的文字 我们都是这个世界上的迷路者 我们都是按照自己认定的道路 寻找方向 也许我们是对的 也许我们错了 或者有时候对了 有时候错了 何去何从 对于任何人来说 都是个绝对的哲学问题 做好眼前事 静下心来 想明白成为怎样的自己 才是永恒的课题 年少成名 对于绝大多数安静生活的人 是奢望 我更喜欢大气晚成这个词 在人生的旅途中 或快或慢的为自己奔忙 这样未来的木志明 可以写上 此人生前略有成就 捧着鲜花 走出颁奖礼堂 太阳正是毒辣的时候 眉涂防晒霜 我有点烦 但也很开心 因为我主动从树荫底下 走进了烈日交阳中 全文完